大家好,我是小尹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 刚炒出来的菜几分钟就变凉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米饭的懒人做法 这样做连菜都不用炒 孩子也不挑食了,特别的爱吃 首先准备这样的大米清洗干净 然后把水倒掉 再倒入清水浸泡半个小时 这样煮出来的米饭更加的好吃 接下来准备一个土豆去皮 然后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厚片 再切成一厘米左右的粗条 最后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然后倒入清水防止氧化变黑 准备一个去皮的胡萝卜 先切厚片 再切粗条 然后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几个洗干净的香菇 把地剪去 然后先切成厚片 再切成香菇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两根腊肠 先切成小段 再改道切成四半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热锅放油 油热之后加入腊肠翻炒 炒出香味 并且炒出油脂 这样吃起来香而不腻 再把土豆加进来 胡萝卜和香菇也加进来 翻炒均匀 炒出香菇的香味 然后加一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一勺胡椒粉 一小勺盐 然后继续翻炒 翻炒均匀 炒匀之后再加入清水 没过食材 大火烧开 烧开之后 全部倒入电饭锅里 再加入三半大蒜片 这时候我们的大米 也已经泡好了 然后把水倒掉 再把大米全部倒入电饭锅里 然后把表面整理平整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打入四个鸡蛋 然后放入电饭锅里面 盖上盖子 打开煮饭功能 时间到之后 不要马上打开 再焖十分钟 这样煮错的米饭更香 哇 好香啊 香喷喷的懒人焖饭就做好了 再把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真的是太香了 天冷的时候来上这么一锅 热乎乎的 暖心又暖胃 我们再把它盛到小碗里面 然后用力压一压 再扣上一个盘子 把它倒扣过来 最后再撒点黑芝麻点缀 好看又好吃 米饭这样煮 有肉有菜还有鸡蛋 非常的营养又健康 这样煮菜的米饭 挑食的孩子也不挑食了 全家人都非常的喜欢吃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